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菲律宾14人大名单中 布拉扯和罗密欧等核心球员均不在列 球队以年轻球员为主 但其中包括了一名45岁的老将 克拉克森打算坐飞机与菲律宾南篮回合不过 随着克拉克森的火速食援 菲律宾对实力有所提升 再加上赵继伟的受伤 丁燕宇航和周期状态为之 比赛胜负有了一些悬念 如何防守这名得分能力 不俗的NBA后卫是对中国南篮的一个考验 但是 克拉克森虽然被菲律宾纳入12人名单 但最终能否顺利出战亚运会还不得而知 他还需要通过亚洲篮鞋以及NBA方面的许可 而据菲律宾媒体透露 克拉克森已经向NBA申请参加亚运会的澄清信 8月10日中午 亚运会资格委员会将召开会议 审查参赛运动员的参赛资格 克拉克森能否参加亚运会 届时也将揭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Public pos脚受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凤 samurai 转发 扭发 扭发 点 转发 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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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指困 目的蛮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